鱼美大熊猫22岁高龄 遭受电击后强制怀孕 产下又宰小鸡鸡 但是小鸡鸡的到来 并没有为美香种取到什么优待 本就需要的美香与小鸡鸡 也没有得到动物园的照顾 美香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为了不让自己的宝宝饿肚子 她到处找食物 在外面转了几圈 最终只找到一根快要干扁的甘蔗 尽管如此 她还是如获至宝地奔回小鸡鸡身边 美香把小鸡鸡在地上着凉 就直接把小鸡鸡抱在怀里 半个月后 小鸡鸡在妈妈的照顾下 也算是健康成长了 但是美香日夜的照顾 加上经常吃不饱 导致体力不支 靠着墙低头休息 在看到孩子摇晃着向自己爬来时 还是会打起精神照顾她 就这样摸子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等到小鸡鸡再大一点时 美香想要教她爬树 但是这里的环境 根本就没有能用作教学的树木 周围除了墙就是栏杆 美香拖着一根树干回来 看了树皮让小鸡鸡玩 美香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她见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照顾着小鸡鸡 小鸡鸡半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 她会带着小鸡鸡找吃的 炉子太老了 她就把炉子撕下来给小鸡鸡 小鸡鸡在一个本该 受到宠爱的年纪 却被迫学会了看颜色 自养员过来时 只能胆怯地走在角落 小鸡鸡第一次走出产房 已经快一岁了 什么都没有见过 这位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 看到树干就立即爬了上去 每次美香看到小鸡鸡吹下来 都特别心疼 所以小鸡鸡爬